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资本纷纷认识到双男主剧是一个巨大的金矿,元丹作品是尚未开采的宝藏,而莫读作为元丹小说中的代表,自然成了所有传媒公司争抢的香菠菠,在知道莫读开始拳脚后,书粉既兴奋又担忧,小说改编影视从来都是众口难挑,谁能还原书中灵魂人物废度,但要说拍双男主剧,杨夏可说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。 陈情令的主要演员肖战和王一博都是她亲眼挑出来的。在2018年,所有人都质疑陈情令的选角肖战和王一博是爱豆出身,许多魔道书粉纷纷表示抵制。到了2019年6月,原来抵制的粉丝基本都转真香了,这就证明杨夏对剧本和选角是很有天赋的。 她一眼就看出了肖战是最适合魏无限的人选,也看出王一博和蓝忘机气质极为相似。 她选的一众配角,也各个大放一彩。基于陈情令的成功,莫读交到杨夏手里,原著粉们可以放心了。 莫读是长篇,现代悬疑推理类作品,自从2016年6月份开始,在某平台连载以来。2017年1月8日,连载结束,一共180张5篇翻外。 在2018年的时候,荣获了豆瓣年度,悬疑推理小说称号,可见受到很多人的欢迎。主角是费度和洛文周。费度这个角色,散发着漫不经兴的魅力,是病弱又多惊。 长发还有一股,文艺脾帅范儿,人格分裂的斯文败类,角色实在太迷人。妥妥的,又是一个爆款角色。 而且官方发布的选择条件,也非常高。男演员要求观感年龄,在29至34岁,演技成熟并且升高180以上。 同时也有男演员要求观感,在20至25岁之间,演技成熟,升高180以上,气质清冷高雅。男演员要求好高,看得出大家对这部剧,也是寄予了厚望了。 近日有关洛文周一角,又有了新的消息传来。网报演员,王龙正已经确定,将出演这个角色。 王龙正这个名字,对于很多人来说,都是陌生的。但是对他的作品,绝对是不陌生的。 他出演过悬疑网剧,心理罪,罪业无间,白夜追凶。 另外近日,正在热播的《隐秘而伟大》中,他饰演的是警察局处长张继成,他是观众心中当之无愧的警察专业户。 而莫读这部剧,也是一部悬疑类的单改作品。 作品中的洛文周,是刑警队队长,是官二代,是可以制服,各路老流氓的警察。 不得不说,在人设以及演技上王龙正还是,非常适合饰演洛文周。 但是他的年龄差,剧还是有点大的。 你们觉得谁比较适合,这个角色呢? 欢迎在评论区,留言讨论哦。 声明,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果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,谢谢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